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觉得这两对CP有一种错话道的感觉 所以这部剧也被称为翻版上错话教家对狼 靠街藤蔓一围生的小丸子 在如意楼与同一天出嫁的郡主陆英瑶 在慌乱之中迎进错了房间而上错话教 小丸子被送进了将军府 成为了奉旨成婚 没三少的气势 而原本的郡主却被抬进了青龙寨 成为了少主小宝爷的压寨夫人 小丸子因害怕身份被揭穿而惹来杀身之祸 不得不假扮郡主 还要与原本就因皇上赐婚 而对这段婚事极为抗拒的每三少都知都有 而另一边发现嫁错的郡主 每天都在计划着如何逃出青龙寨 与外表玩世不恭 内心却十分深情的青龙寨少主 上演着猫抓老鼠的戏码 花豪约又援定档6月8日首播 记得订阅我们哟